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雅雅 我們現在來打兔斯的石森慘古 這個地獄集 那這邊... 對啦 就是你們標題看到的那樣 還不是靠真事齁 富剛翼勇三卡要來打這一次的地獄集 其實我上youtube搜尋了一下 我發現居然沒有人用水柱通關欸 他有沒落的這麼快嗎? 應該還好吧 我覺得水柱還是非常夠力的啊 好啦 那這邊第一關的話 狼之地形齁 這個只要把... 三個地形嚕過去 他就會永遠晾在那邊 不會再熄滅了 所以轉租前 我自己是習慣先去嚕一遍啦 要不然就是... 如果你確保你嚕的那個... 路徑會很大 而且複雜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用去管他 因為你嚕過去的話 基本上也是全部亮起來了齁 好 那富剛的玩法 大家應該也還記得吧 首消泉水或全星 會再有額外的倍率齁 好 那我等一下第二關 會做一些動作來讓那個... 同步率趕快滿起來齁 好 來 第一關這邊帶走 喔 因為同步率滿起來可以趕快爆走 只有好處沒有壞處齁 來 第二關這邊的話是首消指定五康 然後中間的話是紅綠燈 那這邊的話就是直接去轉紅綠燈 然後五個直行 就可以了齁 你知道有消到全水或全星那個倍率其實蠻可怕的齁 那再來是掉下來的水珠 欸 其實也不用掉下來啦 水珠有十八顆黏在一起 就會直接幫你加八康齁 好 那中間這一隻現在流水的下來齁 那... 這邊現在有點危險 我們就稍微回個血然後再把他帶走 就好了 對 我這邊也是都先致力於累積同步率齁 那我記得我最後是累積到三百六吧 我才進關 其實差不多啦 這邊你直行消一顆水就是加八點的同步率齁 喔 我這邊好像已經去轉了是不是 喔 那沒有到三百八我後... 後面應該是... 啊 沒有 不是三百八啊 三百六 我後面應該是在... 第三關才用到三百六吧 忘記了 反正這邊是還沒有滿就對了 來 第三關這邊要消水印記 其實我跟大家講這一關是可以直接去消水 但是你要確保場上有五顆水可以讓你減傷 你再去消水 要不然很危險 還是用疊的會比較保險齁 因為這一關也是水屬啦 富剛會吸水傷沒錯 他會把水屬性的敵人攻擊轉成自己血量 但是 但是 如果你是先被打掛的話 那就吸不到了 所以 要至少確保場上有五顆水 你的減傷夠 扛下這一切攻擊 你才有辦法吸他水傷齁 這個版面其實蠻漂亮的 我超愛這個版面 那現在是不可能手消泉水嘛 所以去手消泉心 對這個版面真的超漂亮齁 他是一個滿版 不過水珠要用疊的 這邊帶走大概40%的血 剩下60%齁 那這邊一樣繼續去疊 不能手消水就是去把星 消好 消好消滿 好 這邊水珠全部疊到 然後他天降下來 這樣子又有18顆黏在一起 好 這邊帶走來 接著二血這邊要稍微比較注意了齁 我們先開副鋼 副鋼先讓他吸一回合的傷害 也不能說吸啦 就是先擋死 然後下一回合有2.2倍齁 那下一回合再把珍刺開下去 那如果你這邊是已經暴走下去 你就要稍微祈禱一下 你這邊開到的是 一技齁 那中間這邊因為 應該說左右啦 左右那邊都是水 所以這一關也沒有辦法手消到泉水 那更不要說珍刺開下去之後 場上是沒有水的 所以這邊我們把龍科吹下去齁 這邊就是把傷害吹到最大了 副鋼當然不是說沒有手消泉水或泉心 就整個鳥掉 沒有 他還是有倍率在 只是說我們這邊 要確保傷害一次爆發夠啦 要不然這一隻無屬追擊盾還無事減傷 很可怕齁 打4萬多我們這隊是絕對扛不住的 何況你少消屬性他會連擊過來 那更不用講 OK 這邊扛過去齁 來 接著第4關 第4關這邊的話手消全木跟泉水 那這邊的話基本上也是直接 去轉就好了 那一樣 把他要的條件達到 左右是手殺 那流中間 流中間下來的話是 三回合 對 三回合內帶走 欸 兩回合 兩回合內帶走 那這邊我也去累積一下真士的同步率 其實這邊稍微有點危險啦 可以看到我這樣子一波轉之後 其實版面已經消得蠻乾淨的了 然後還添降一串水下來 可是帶不到一半的血吧 所以我這一回有稍微思考一下 我最後有拉角色珠下來 當那個 算真傷嗎?就是多追打一下就對了齁 好 這邊我最後是拉真士的啦 應該還是真士打比較大力吧 雖然說有點可惜 這樣就蓋掉一顆強化珠了 不過沒關係 多追打一下應該效益比較大齁 會比那個 強化珠效益還大 所以浪費一顆我是覺得還好 好來 這邊天降一坨下來 然後就再也沒有消到水了 這邊傷害有帶走 OK 來 接著第5關 這一關其實我真的蠻感謝珍士的 大家等一下看到最後一定會發現 幹 我的珍士怎麼那麼聽話 對 他就是超聽話 來 這一關的話我先開一下富剛齁 那這一關是不能手消火 有燃燒軌跡 雖然說已經開到珍士的惡技可以排珠了啦 但是 我這邊的話是想要再吃一下富剛的珍傷 好 那這邊的話剩下6顆水 欸 暴走暴走 暴走的話這邊場上目前7顆水 那對付這種燃燒軌跡的 你就是去轉大圈一點 阿不要同一個地方來回爐 那個是很危險的動作 好 阿水也有回血效果 所以不要太擔心齁 好 這邊帶走 來 接著王一 王一是荊棘地形 荊棘符石啦 來 這邊馬上又開到技衣 炸板 那這邊的話 技衣也可以去追打 可以讓30下累積快一些些 好 那這邊就也去轉就好 這邊不管你開到技衣還是技二 都可以 反正荊棘符石會不見 都好 好 這邊又開到技衣 有沒有覺得非常聽話 聽話到有點太扯了 而且幾乎每回合都暴走 好 一開始是可以不用去手銷泉水 沒關係啦 這邊只是我自己的習慣齁 趕快把30下打完才是真的 好 這邊開到還原 好 然後那個 技衣的效果是會持續兩回合的 所以這一回合 還是有追打的效果 很舒服齁 好 那這邊你有持續去消水 那個EP也會持續累積 真是不一定要到EP8才會暴走 你只要有EP他就有機率暴走 好 來這邊開到還原 荊棘符石又不見啦 好 那這邊就是稍微去拍一下 我本來是要思考要不要開副鋼 但是 技衣的效果已經沒了 如果技衣效果還在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下 因為下一回合就可以直接吃2.2倍增傷 也就是在玩2的時候 直接打 好 那接著這邊的話就是等 開到暴走技衣齁 來這邊開到技衣 把最後三下打完 那接著就是等待技衣的出現 技衣一旦出現了 你就可以開副鋼了 好 這邊是最後的三下 OK 打掉 這邊又開到技衣 好 這邊開到技衣就 算是比較不聽話的一回合啦 但也就僅限這一回合 等一下基本上 如果我沒記錯啦 應該是下一回合就開到技衣了吧 就 沒有花太多時間 好 好 對 這邊馬上開到技衣 開到技衣就可以直接開水柱了 等下二血就直接一波大的帶走就好了 好 那這邊沒有手銷限制 所以你就隨意轉 記得手銷到全水就好 啊 是因為我場上現在沒有星啦 不然如果你水太多 你去手銷全星也OK 因為星通常你開水柱之後 最多也就剩三四顆吧 比較好銷啊 反倒是水柱一大坨 好 接著就是二血的部分 好 那二血這邊的話 就直接去手轉就好 記得不要手銷到木 然後去手銷到全部的水 這一關有弱轉無效 但是種族珠不在影響範圍內 所以這邊的話還是有變成人族珠 好 我這邊最後再拉一康出來 把combo拉高 好啦 以上就是水柱三卡通關 來給大家做參考跟欣賞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雖然說是靠真事啦 但就謝謝大家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吧 掰撲